新名紀第33章 这是天主的人梅失 死前次与以色列子民的祝福 他说 上主由西乃而来 从色衣以光照他的百姓 由柏兰山射出光辉 从卡德士的麦泥巴前进 由他的右边有烈火发出 你实在爱你的人民 众圣者都在你手中 他们腐伏在你脚前 领受你的教导 梅失给我们立定法律 作为雅各百会众的产业时 人民的首领与以色列子派会合时 上主在耶稣容中作鸟王 愿立污本生存 不致灭亡 愿他的人数不再减少 他论及由大这样说 上主 愿你苦听由大的声音 领他从归自己的民族 以你的手为他交战 协助他抵抗他的仇敌 伦及勒美说 愿你将你的特名刺及勒美 将你的乌灵 刺及对你虔诚的人 就是你在马萨曾试探过 在麦泥巴水旁曾考验过的人 也就是那些论及自己的父母说 我没有顾及他们 对自己的兄弟不加重视 对自己的子女也莫不关心的人 他们只遵守你的话 持守你的盟约 他们要将你的戒命教 及雅各百 将你的法律受及以色列 在你面前献上兴香 在祭坛上献上全凡祭 上主愿你祝福他的勇力 月纳他手中的作为 对反抗他的仇 愿你打断他们的腰 使努恨他的人 再也不得起立 伦及本雅明说 上主所中爱的 他必安居乐业 至高者日日庇护他 住在他两肩之间 伦及若失说 愿他的地蒙受上主的祝福 愿天上甘怒 地下深藏的渊存 因太阳而出产的美果 靠月亮而出产的宝物 太古山岳的真品 永恒幽灵的美物 地上的宝物及其库床 以及住在荆棘从中者的恩惠 都临到药膝头上 降在兄弟中为守者的头顶上 他的健壮有如投胎的公牛 他的双角像是野牛的双角 用以抵触万民 直到地极 这是厄弗辣恩的万军 即是麦纳怯的敬礼 轮及则暴龙说 则暴龙 你要在旅途中起落 至于你 伊撒加以 你要在帐幕内欢乐 他们要邀请人民上山 在那里奉献应献的祭祀 因为他们要吸收海洋的富饶 沙中潜藏的珠宝 轮及加德说 那时加德扩张的应受赞美 他臥下仿佛一只武士 撕裂了人的手臂和头颅 他为自己选取了为首的一份 因为那原是为首领保留的一份 他走在人民之前 执行了上主的法令 和他对以色列的旨意 轮及丹说 丹好似由巴双跳出的幼师 轮及纳菲塔里说 纳菲塔里 饱享恩爱 充满上主的祝福 台和南部章是他的产业 轮及阿歇尔说 宗旨中最受祝福的是阿歇尔 愿他获得兄弟的恩代 再由宗洗脚 愿你有同铁的门山 愿你一生获享安宁 没有一个像耶稣庸的天主的 他腾空教魂 在威严中来援助你 耿古的天主是你的避难所 他永远的手臂是你的支柱 他由你面前驱走鸟的人 是他向你下命说 毁灭罢 因此 以色列能以安居乐业 雅各伯的后裔定居在产良出走之地 天也从上降下金路 以色列 你真是有福的为上主所拯救的人民 有谁相似你 他是你护身的盾牌 是使你胜利的刀剑 你的仇的必将奉承你 而你却要踐踏他们的背脚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